是不是巧克力没了 要不要我帮你去买点 不用 酒店还有 董事长说你手术后容易滴血糖 不能马虎 等一下还要和蒲院长他们开会呢 前面就有个便利店 我还是帮你去买点吧 你一会儿靠边停吧 我自己去买 偷偷去 行 全圈我们说好了啊 我们就看看我们不吃 你现在的身体吃不了这么凉的东西 等你好了 妈咪带你去吃个够好不好 你真饿死我 我就来看看我又不吃了 全圈 放下 放下去 全圈 你忘了你刚刚说什么了 我们不能说还不算说 你周爸爸要是知道我带你出来玩了 他肯定又要骂我了 你少硬啊周爸爸 你那么凶 他才不敢骂你呢 我凶吗 我凶吗 敏全圈 等一下啊 你看啊 你周爸爸肯定是发现了 喂 喂 心好不好 喂 全圈 妈咪出去接个电话 你在这里乖乖的啊 好 乖乖的啊 不要乱吃不要乱跑啊 好 喂 你说 喂 又是你 干嘛打我 因为你欺负我周爸爸 你是坏人 你果然是敏慧的儿子啊 说话就会惹人生气 你为什么说我妈咪 不许说我妈咪不好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我的妈咪 我爱守护 动感光波 替你爸爸妈妈教训一下你 替你爸爸妈妈教训一下你 我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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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心脏手术 现在信了吧 我妈咪说 只要有心脏病的孩子 都是被神仙选中的 有超能力的人 所以我就是超人 你妈咪说得对 我们都是被上天选中的人 好了 好了 我投降我输了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你就是无所不能的小超人 好不好 那呢 我也勉强原谅你欺负我周爸爸了 你爸爸 不是说他是最好的心外科医生吗 那你的病一定能好起来 他不是我爸爸 他是我周爸爸 你会说不能交错 那你爸爸呢 我妈咪说了 我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可我知道那就是死了 你们搭着哄小孩子的时候 能不能用心一点 谎话都没有新鲜一点的 叔叔问你 你生日是哪天你还记得吗 我的生日啊 全全 许总真巧啊 我们不打扰你了 走 全全 孩子生日是哪天 你这个人还挺搞笑的 我儿子生日哪天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放开 全全 咱们走 先生 这个仓麻烦你贼一下账 和我有没有关系 你自己心里清楚 回答我 你放开 新鲜 你放开明卫 你这个 放开 你这个坏人 你放开 你干什么 放手 你没事吧 没事 和你没关系 新鲜总 请你自重 周如今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还有半年才是全全四岁生日 秉慧 我的生日是 你的生日就是半年之后啊 你忘了 不可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了吗 行了吗 好 我们可以走了吗 全全走了 周伯伯 我们走 快过来 全全 走 来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啊 好 睡了 谢谢 你要是下次出去啊 最好还是和我说一声 哪怕全全不需要 你也可能需要 我下次肯定提前跟你说 嗯 那个 心急 为什么这么在乎 全全的生日啊 你肯定也猜到了 我也不想瞒你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重要的是 现在和将来嘛 你说得对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我会解决好我跟它之间的事情 也不会让全全再面对这些了 我相信你 其实 哦 我去一下 哦 先去你先去 放手 全全 怎么了 没事没事 全全没事啊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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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亲爱 妈妈亲爱 你这个月份打胎的话呀 对你身体会伤害很大的 不打 我要把它生下来 敏全全能基本上确诊了 先天性心脏半膜驱碎 这 这病能治好吗 您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我作为全全的主治医生 会和您一起拼尽全力治好它 我作为全全的主治医生 会和您一起拼尽全力治好它 就要是最好 你们ah 还要去做 虽然她现在看着还很弱小 但是原医师说了 只要给她一点时间 她就会长得很大很大的 就是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太久了 算了